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在新北市淡水有一家烤鸡店 限点限烤20分钟 立刻有烤土鸡出炉 每天卖个百千只 大排长龙 有掏客是为了吃鸡而来 也有帮球迷是为了 一堵球星的风采 原来这家烤鸡店 是现任桃园航空城 棒球队教练许盛杰 和哥哥一起来经营的 收起这位许教练 许多球迷记忆犹新 23年的棒球生涯里头 他当过球员教练球探 从未全龙 统一师 成泰球团 都有他奋斗的经历 是终止史上最多冠军戒指的球员 而从小就离开淡水 到处比赛打球 他的球队生涯里做什么想什么 只是有一回 球场上遇见了前职棒退役 在开烤鸡店的学弟 聊天当中也思考着 除了棒球以外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能 于是他大胆穿越 找了次家人一起 选在故乡淡水开启烤鸡店 也慢入味 或许是因为从小离乡背景的原因 常常与家人聚少名多 现在他很喜欢一家人 一起工作的氛围 烤鸡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棒球生活外的另类出路 也是他和家人能一起的最佳幸福 一开炉香气四溢 酥脆焦香中还不断滴下鸡汁 现点现烤黑鱼土鸡 光看光闻就让人口水直流 好吃就皮脆啊 吃多啊 蛮好吃的 这跟麦产的不太一样 它肉质比较硬一点 有比较好吃 谢谢啊 肉不会柴 而且它的皮很香 而且要搭配他们的鸡油 每只鸡抵出一碗鸡油 淋上拌饭搭上特调酱料 一鸡多吃的顺植美味 往往还没出炉 已经有人在等 甚至有球迷来追星 我们今天有家庭日 我要买一只烤鸡 好好好 谢谢 你们家烤鸡很好吃耶 啊 喜欢看球 喜欢看棒球 对对对 不管是青棒 青少棒 纯冬 吃棒 吃棒都看 全部都看 所以常常在小米上放到 碰到河教育 对 烤鸡就是那个外酥内卵 这要有一定功力才能碰那么好吃 所以就吃一吃就觉得好好吃喔 而且他们不用沾这种沾料 烤鸡店内的就是终止史上 最多冠军戒指球员许盛杰 现任桃源航空城棒球队教练 过去绰号叫苦瓜 和队友皇甘霖被称为甘苦二人组 23年棒球生涯里 经历9次台湾大赛 拥有7次总冠军荣耀 堪称中华职棒之罪 这是他第一场的天霸出赛 今天是他的竹女秀 神明中曾有一种红 披上龙袍的两年 因为卫权龙缺游击 被徐神明教练从三壘拉去守游击 难忘从边线移到中线的苦练习 后来靠着优异伸手效力统一和成泰球团 只是老将在2003年曾因一场车祸 造成脑震荡 颅内出血 昏迷者数三 让他以为回不去球场了 撞到撞到这 我是听人家讲的是一颗头两个大 那时候就想说可能没办法打球了 那时候就统一了体能教练以色优 他帮我调整 因为当初车祸完以后是整个龙骨都是歪的 穿街球 穿街球 穿街球就可以还是很见识的 对啊 然后去找投球的感觉 慢慢去传播这样 棒球可说丰富了许盛街的人生 因为连求婚也是在球场上 快捐我爱你 嫁给我吧 结婚 娶其生子都离不开棒球 而让球迷和战友们最不舍的地方 更是在球场 隐退之夜卸下战袍 穿起西装 看着一幕幕的奋战片段 许盛街的泪怎么都停不下来 所有的一件 都在成为我 有闻闻闻的回忆 谢谢你们 豁富了我的眼神 急流中涌退 转任师对许盛 首位转任球探 老战友张泰山也不舍得留下男儿泪 许盛街在上百位球迷和众多球员的祝福中 往下个目标前进 而现在麦琪烤鸡说起来也和棒球有关 可以 往前 不要打哭 潘卫伦的这个 无关打比赛 我接最后一个球 因为郭富林打 战争拳也打 成就了这个瑞安的完全比赛 然后也拿过总会赛MVP 他也经历过这个 总会赛连续打数没有完打 比如人生有高低起伏 三个对我来讲都是很有 很有很有 蛮有意义的事情 有好有坏嘛 人生不是这样吗 比起在关中席上当球摊 许盛街还是怀念球场上奋战 到桃园航空城棒球队 担任首辈教练 看着年轻球员 除了传承经验 也想着自己除了棒球外的人生 有一次在台中球场 因缘际会碰到以前 也是脂肪退役下来的学弟 然后他开发 然后我在自己尝试过后 哎呦 是精为天能 才兴起了这个合作的念头 选在故乡淡水开店 卖烤鸡也卖各种即开即食卤味 食材由中央厨房提供 经营就找家人一起 这我二哥我大哥 从小他是在外面的练球 从小就离乡背景 照理说应该是要哥哥打 弟弟才会打 所以哥哥没有打 但是我不喜欢念书 我会去打球这样 三兄弟舍度镜头前同框 特别珍惜齐聚时光 虽然许盛街说 是因为自己也爱吃才开店 不过没说出口的 是多年离乡奋斗后的回首 不管什么角色 都要做什么 像什么 烤鸡之味持在嘴里 实则暖在心里 继续 这一锅咸香的卤猪角 则是蕴含两代之间的父子感情 三十多年前 在屏东从事广告建筑业的卢金男 认识了万篮猪角创始人 他跟着老师傅学得了卤猪角的手艺 老卤汁加上十二种中药香料来调味 每十五分钟手工搅拌一次 还得搓冻让酱汁更入味 后来北上到板桥烙角 他在传统市场创业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卤上两百汁 从凌晨门到大半夜是常有的事 为了下一代到国外念书 一家人从板桥移民到加拿大 连带的也把卤猪角 从台湾带到海外飘香 分家一家接着一家开 现在第二代兄弟党接手经营了 光是台湾月移业额 就年突破一百六十万 加上切入电商体系 又头部经营海外市场 希望让更多人品尝到 父亲留下的好滋味 走过板桥传统的后普市场 总是能闻到一阵阵卤汁香气 为在入口处的这间厨房 挂上正宗万卵猪角的布条 里头正在卤着鲜香猪角 我们万卵猪角的特色就是 它的皮跟北部的是不一样的 是比较Q嫩的有咬劲的 这曾经在板桥飘香的滋味 现在重新回到这里 也伴随六十五年次的卢正柱 从头年一路走到现在 每只重达两公斤的猪角 在卤之前先用清水冲洗干净 再将表皮残留的细毛给烧掉 因为它猪角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毛还没有完全的剔除掉 所以说我们就用喷火箱 把这个毛给它烧的焦黑这样子 接着放进热水里汆烫 软化焦黑的皮 背面的那个毛比较厚 有时候你刮不掉 你刚才把它切掉算 因为有些毛烧不好 体格壮硕的两兄弟分工合作 他们是猪角店的第二代 原本住在屏东 念小学时 一家人就随着父亲北上卖猪角 小时候就是爸爸会教我们这些 怎么做 然后我们就需要帮爸爸一起做 我们以前多的时候 一天都要一两百次都要 就是生意好的时候 都要处理很多 所以说几乎做整碗 做到云层都有过 跟着父亲练就一手卤制的好功夫 用刀子切过 再搓上一个个豆 让猪角能够卤到入味 每个皮都要去擦看看 它的软硬度是有平均 都有卤好 然后我们每隔15分钟 都会把猪角把它搅拌一次 让它均匀的去卤 每一锅的老卤 得加进新的酱油 水和糖 火候和时间也要小心掌扣 里头有八角 贵脂等 12种中药材的卤包 更是让卤汁香气 飘散的秘诀 中药我们都要定期去换的 要是我们偷懒没有换的话 其实味道就没有那么香 所以说我爸爸都很注意这些细节 大锅卤汁要拿木棍不断的搅拌 就算两兄弟当年身高 比木棍还要矮 还是得接受父亲的严格训练 都有技巧的 就是要沿着锅边 这样子去做杠杆原理 这样子不会那么累 小时候是拿起来比较吃力的 有时候不小心卤锅会烧焦 都有锅 都被爸爸骂 只是当年毕竟是孩子 哥哥鲁正柱活泼好动 弟弟鲁正杰相对来得安静 怎么顾好这一锅鲁猪脚 更牵动了兄弟俩的童年回忆 我可能比较皮一点 弟弟可能比较乖一点 比较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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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屏东是从事广告和建筑业 意外认识了万篮猪脚的创始人 一家人的生活因此有了重大改变 老师傅也是俗福的 我先生也是俗福 那后来他觉得八字很合 那就认我先生为义子嘛 就把我们带到板桥 呼唱呼随 夫妻俩就这么带着孩子北上 一脚跨进陌生的餐饮宴 第一天师傅就叫我们卤很多猪脚 那时候我就担心说卖不出去 我看了都难过卤了一大堆 师傅就安慰我们说没问题没问题 结果整排一开门就大排长龙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一直一直忙一直忙 从早卤到晚 母亲孝说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多的猪脚 但她一心想当个鞋内柱 费尽心思支持先生的事业 我一向是我先生的行业 不管是任何行业我都要支持她 我都要去学习 所以我还偷偷地去别的礼仪公司 去上课 因为回来我要教我的员工 这个服务service要怎么做 而当年两兄弟下课后 要到店里帮忙 但两人却时不时贪玩 就跑到餐厅对面的公园 有回来看过整个改变了 就六滑梯也不是以前的样子 这样究竟也没 就很新鲜很陌生的 你就有点陌生感 回忆当年会有陌生感 是因为父亲的猪脚店开业六年 就让孩子移民到加拿大念书 夫妻俩则是当起空中飞人 来回轮流飞 直到四年后把台湾的店关了 反而在文革华重操就业 没有像一个像台湾餐厅这样子的规模 都是家庭式的 对 然后后来是我爸爸 他们在家里自己卤卤了 后来亲朋好友就建议我爸说 你不要开一家餐厅 然后大家可以吃得到这样子 很感动 他们还戴着手套 像吃手扒鸡一样 那个骨头大骨在吃 我真的很感动 他们一直认为手对我们比赞很好吃 道地的外团猪脚闪着焦糖色泽 肉瘦而不柴 皮肥而不腻 Q弹口感卤到咸香入味 沾上特制的蒜蓉酱 成功卤获加拿大客人的心 两家店一天可以卖到200只猪脚 还开到了广州 只是国外不比台湾 猪脚的肉比较少 连天气也是个阻碍 有时候都忍到负零度以下 所以说我们光预热这个乳汁呢 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等他沸腾 然后往往都会把时间延后很长的时间 两兄弟毕业后专行帮忙加业 一切看似越来越稳定 父亲却在此时糖尿病病情加重 得定期洗肾 甚至生活也无法自理 我们就会很担心他身体 所以我们会以他身体健康为主 所以说餐厅方面我们就会尽量 不会去多开分店 或者是做扩展的一个方向 有想过做反昂的方向 也是有想过 可是又担心爸爸没有交代清楚 会不会就是关掉 爸爸会不高兴 2015年他们决定把店开回台湾 同时兼顾温哥华的店面 只是曾经用猪脚撑起一家五口的父亲 最后半年已经是昏迷状态 我相信他也会有点遗憾 因为这个健康嘛 他常常会握着我孩子的手 好像要讲什么话这样子 我们知道 还有我们也很多朋友啊 他都会来看他嘛 都觉得他感觉没有那么痛苦 两年后父亲离开了 两兄弟攜手让卢家人的猪脚 进驻百货 单月就创下160万元营业额 最大意就是感觉有回到家乡 寻根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说我们台湾也有这个品牌 哪有扎根在台湾 现在从猪脚如何装饰到经营理念 儿子有了更多新一代的想法 意见不合的时候会怎么样 不理他 让他好好检讨之后 他就会 妈妈我错了 还是你想的对 我今天想说 到底谁是老板 谁说的算 妈妈说的算 我是老板 走过36个年头的卢猪脚 香味从台湾飘向国外 又从国外挑回了台湾 即使再也不见 父亲站在卢锅前的身影 但儿子扛起父亲留下的招牌 也让这股迷人的咸香滋味 真正的在台湾扎根 我相信如果我先生还在的话 他很欣慰 因为看到目前第一天做得更好 继续另一位创业老板的 再出发 是因为年轻时候误入歧途 四个兄弟结拜 在赌场做为事 每天刀光尽影 直到有一天 一场泄斗闹出人命来 兄弟扛罪入狱服刑 这也才让躲过牢狱之灾的他 终于清醒 人生哪有机会 能再荒唐一次呢 于是他靠着一点一滴 存钱创业所开的餐厅 每天开门都在等着 兄弟服刑之后 一起金盆洗手 把人生重新来过 然后顺便帮我拿一下炭青菜 好 这两个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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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点餐一长串 店内坐满人 全为了这不柴不烂 难忘的好鸭味 还满嫩的 而且它不会很干 不会很柴 它很香 而且它的酱汁都有吸附在肉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的吸 炒的时候它很难炒 尤其是拉起来这种软的东西 炒到没有炒味大 然后还那么的Q弹 可口 还有那个酱汁 哇 麻辣的味道配饭 真的刚刚好 大清早鸭肉哥许黄杰 准时厨房上工 带领鸭子大队 为了掏客的口腹之欲 赴汤爆火 就是我们选择的鸭 大概是70天左右的木鸭 大概是两斤多的 的木鸭 为什么你今天特别要吃什么 因为小肚也不辛苦 因为肉质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太小肢的话 就是如果天数太少的话 其实它可以没有肉 对 可是如果说你天数太多的话 它的肉吃起来 就会比较柴 徐黄杰选鸭 不爱Yuki和大龄圣女 专跳豆蔻年华 肉质细嫩够汁 下锅汆烫前还得进身 才有好口感 我们会先把它这边的钢门线 这个我们没有下去煮 因为它怕会有一些 就是没有排泄干净的排泄物 所以我们会把它清掉 然后这连接 那些肠子的管子 我们会把它拆掉 对 然后这边 脖子的部分 一样把它剪开 因为待会下去煮的时候 要让整个热水 就是那个汤 在里面整个流通 然后里面才会整个熟透 晋升完毕 鸭子大队等着倒头栽 泡热水浴 让皮肉定型 热水将鸭子煮熟 需要40分钟 厨房另一口 开始细火慢熬 正变之宝 就是我们的酱汁粉 淋在饭上面的 这是我们里面 我们自己调的 酵料用意 其实就是去鸭 就是鸭子的腥味 全部都用成粉 这样子的话 我们煮起来的 每一锅的品质也会一样 口味也会不容易走 就是不容易走味 这一包灰白色神奇粉末 用中药 菇类 蔬果 炒成一锅再打成细粉 每天早上新鲜煮美味关键 另外画龙点睛的油葱酥 更是高纲地用压油线炸 你看我放一点点而已 它就整个热起来了 金黄色泽 镜头拍不到的 是空气中弥漫刺激口水 分泌的浓郁 开店前准备工作 以其合成 其实73年次的许黄节 五年前根本没进过厨房 更别说做油汤 打打杀杀 打打杀杀啊 就是不学好啊 就是什么顾场子啊 然后放款啊 就是类似这种 这种什么事情大致上都做过 酒色财气全涉烈 陈天更在老大身边做打手 开山道不离生 随时成兄斗狠 跟朋友就是有打群架 然后就是不小心把人打死这样子 对 那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过去 当初就是有兄弟就是帮我们担罪啊 对啊 就是他们扛下来这样子 所以才 我才没有进去 一起结拜的五个兄弟 三个被关 一个糟楼 只剩下有家室的自己 两个女儿嗷嗷待哺 暗黑路不敢再走 依然忌讳下 认识了生命中的鬼人 因为一开始我没说过吃的 我什么都不会 比如说像炸个油葱啊 或者是烫青菜啊 切菜洗菜其实都不太会 就是从那最基本的开始学 从林开始学啊 掃地拖地啊 洗菜切菜啊 对啊 想慢慢做上来 不会了 很香欸你要不要闻看看 不会了现在不会了 闻到了 熬了几年 终于等到兄弟又是出狱 如果我把这个生意做起来了 如果我那几个兄弟他们出来的话 至少我还可以照顾到他们 就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呆 可以工作这样子 就是不要再走以前的那一条路 要用力震 水是从下面一直冲上来 那我们把它摆震以后 它我们前后都有剪两个洞 它的汤汁会从下面流到它身体里面 这样子 就让它的鸭子整只去吸收它的汤汁 比较快熟 煮熟的鸭子不会飞 互夫加除毛 好好马刹鸭一番 接着进阶 变身成黄金抢手货 从白皙体色变成古铜金黄的抢钱压兵断 以前那种日子也打打杀杀日子也过腻了 就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就怕被抓 就是有可能雇场子也会怕遇到警察 就是警察冲场或者是什么 其实那种日子真的不好受 虽然说钱赚很快 但是我觉得去的也快 就是这样 我觉得做这种比较辛苦 虽然五块十块的 但是比较懂得手 鸭肉在后场沾染耀眼金黄和一身酱香 就可以变身大餐 徐皇杰的烟熏鸭不只咬着心排壁 更是咬住兄弟间的义气 不再喊打喊杀 而是兄弟们一条心 在烟熏鸭肉界敞出事业 创业其实是非常需要动力的 像是继续这一位台大医学博士蒋启峰 专门研究口肠癌的抗癌心药 我研究过程他很大闷 为什么很多病人平常都很注重养生 却还是会理癌呢 于是他追查台北桃园的蔬菜 发现这些菜竟然都含有硝酸盐 而且高达一万ppm 这个硝酸盐和大肠癌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他决定返乡丛农 要从鱼菜共生开始做起 但栽培一个博士是需要花多少时间与金钱 爸妈实在无法谅解他的决定 江启峰虽然沮丧 从农的心意却没有改变 来看看他如何交出漂亮成绩单 让过去反对到底的父母 如今成了菜园里的最佳帮手 来鱼我们吃饭咯 明明是农夫 但江启峰每天要做的 不是夏天做出活 而是愜意喂鱼 因为种菜的工作 他全交给鱼处理 因为是用鱼菜共生的方式 鱼释农夫 他产生出来的尿跟肥分 在提供给蔬菜吃 那蔬菜它健康长大之后 也可以顾虑水质 把好的水给鱼生存 就是鱼斑菜 菜斑鱼 两个顾虑共生的模式 鱼在水中呼吸大小便 产生的阿摩尼亚其实很毒 但这有着江启峰 不能透露的自制秘密武器 简单说就是透过细菌 把阿摩尼亚转换成菜 所需要的养分 消酸盐 菜的根吸收这些养分后 就能顺便帮鱼过滤其他有毒成分 再让干净的水流回鱼池 如此一来 不止鱼跟菜都可以生生不息 才超省荷包 我们这边其实大概有 差不多在四顿水位 那四顿水位的话 我们一个月水费大概才50块钱 对 那一个臭水马达嘛 大概24小时运转 那水加电不超过200块 而且只要33天就能采收 教一般土耕43天更有效率 怪不得每天面对鱼啊菜的 江启峰也乐在其中 每一个都是小孩 要让客户长大 健康的长大 从前江启峰也不懂这些 台大医学博士毕业后 他专攻抗癌新药 但研究过程却发现 病患吃什么下肚才是真正的关键 有一些年轻的女生她30多岁就得到 这个口腔癌跟乳癌 可是发现她原味癌不是在那一些 反而是在大肠癌 所以后来我们就调查饮食习惯 发现我们市面上买的蔬菜 虽然很便宜 可是它的化肥使用量过高 检测台北跟台中的蔬菜 发现硝酸盐高达1万ppm 这是政府没有把关的 这让江启峰很挣扎 既然问题出在菜上 她想何不从这里着手 那就自己种菜吧 所以话我在想 如果这一代年轻人没有做 那我们台湾的下一代不会更好 所以我自己就真的是 反向回来传业 回来做雨菜工生 然后第一年完完整整 没有任何收入 跟房东住五平的宿舍 就开始做事业 一年没进账 还不是最惨的 自己做下重大决定 还得先通过父母内观 当年只要一休假 就是回老家跟爸妈做简报 传达经营方式跟理念 却还是掀起家庭革命 哇 她妈妈看了她 她就味蜜 就变成了房间 她就不在乎 她就不在乎 我是跟她拔个民主 不可以说不让她民主 好 就要她看 聊起三年前的是 江妈妈依旧难受的眼眶泛红 说不出话 就是心疼儿子 我常常都要稍微安抚一下 因为整年 一整年她不想 不爱再说话 因为她一直气她 为什么你要回来去搞乌龙 毕竟是寒心如苦栽培的博士 这下医生说不当就不当 做妈的打击实在太大 老爸也是气到不行 但知道儿子一旦下决心 就坚定不移 实在没办法 只好提出给儿子 一年宽限期的对策 牵头开始状态 都没有失败 把她状态都状态了 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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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状态了 我的心想是 尽量看她状态了 状态了 状态了 她就会死去 因为我时间是给她一年而已 如果她真的做不起来 她就乖乖回去上班就好了 没想到 江爸爸的如意算盘 没算到儿子会成功 那只有默默支持了 住下雾峰 光复新村 没穿户屋顶的废墟 从零开始 来的时候跟我爸爸 两个人看到 就是在那边待了五分钟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就跟我爸 花三个月时间 从头到尾 把上面的屋顶 然后鱼菜共生系统 以及我们隔壁的古寮 我们两个人亲自打造 当农夫也没想象中容易 得重新认识植物 研究鱼类 所幸她读书很在行 悟出一套自己的方法 把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 鱼菜共生系统 做到能量产且多样 其实菇跟人一样 它会吸氧气土二氧化碳 那这个氧化碳 其实它很重的 所以当我们菇聊 在晚上十一十二点的时候 它的CO2 会高达一万ppm 那它比较重嘛 那我们大概十二点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suction 把这边的CO2 整个排到我们鱼菜共生 那这些二氧化碳 就是我们蔬菜 可以吸收的天然蛋肥 这么一来 不只养鱼 种菜还能生菇呢 那这个叫锈针 锈针很特别 它必须要低温 去低温刺激它 那低温刺激它之后呢 它感受到有压力 它才会长出这个 我们说的菇 就是紫石体 那它长出紫石体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 从菇散的表面 产生包子喷发出去 当初的一股傻劲 除了让江启峰 做到种出无毒食物 她也背负着食材的教育责任 除了鱼跟菜之后 还有什么 对 微生物 所以微生物很重要 如果今天没有微生物 去做分解鱼跟菜 菜会长不好 鱼也会养不好 让孩子认识食材源头 透过DIY自己填装 香菇盆栽材料包 让孩子们自己栽种 学会珍惜食材 江启峰有满腹理想 但一个人力量有限 好在爸妈从一开始的反对到底 到十分认同 最后完全支持 甚至偷偷买地 打造这片无毒蔬菜环境 她也说一句啦 因为不改变食安问题 不从她这一代去把它推广 永远就是医院 不管什么永远人还是那么多 所以说我最后也是认同 她这样的想法 我们默默地就从背后 慢慢去把她帮忙 都会有这个你知道 这个是蜻蜓 叫蜆蜓 那蜻蜓是 就是污染才会有蜆蜓的 如果说你有一点污染 蜆蜓絕對不会跑去 蜆蜓很爱干净的水 如今两老谈起鱼菜共生 专业度一点也不输儿子 而且明明退休了 可以到处游山玩水 却比儿子更放心不下菜园的事 全家人能聚在一起 这也是当初江启蜂 选择反乡从容的原因之一 今晚笑她傻的人不少 但江启蜂认为 自己种菜在自己的品质控管中 能够降低吃的风险 这不也是为这个社会 做出了实质的贡献 看完了医学博士 凭着一股耍剑 完成她的农夫梦 继续这一位呢 她被封为是米博士 煮饭煮到了登上 国际财经杂志 副笔式的于正龙 把一个40块的台湾饭团 外销到了马来西亚 英国西班牙这些国家 全球分店超过300家 不当年她为了要煮出 好吃的米饭 连续三年每天只睡34个小时 就为了要研究出 最佳的煮饭技巧 她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余正龙说 她希望让台湾的米感动世界 咸菜 香肠 香肠 还有呢 那个肉 好 还有一个 你要下油条沃洛罩 多达60种菜色 任君挑选 随手包进各式白饭 和紫米饭五股饭中 这叫自选式饭团 一天能卖出600个 在全球有300多家分店 关键灵魂就在米饭 她的饭怎么样 软QQ的 让人一吃难忘的饭团 出自余正龙之手 堪称全世界最会煮饭的男人 还因此登上 国际财经杂志副笔室 被誉为米饭博士 能进到这的米都不简单 种植时就经过严选控管 各个水量饱满 而饭要好吃 泡米时间米的混合比例 都要掌握 这时老板拿出了秘密武器 我们现在加的这个是酵素 是淀粉酵素 因为米尤其是糯米 它有一个叫支淀淀粉 支淀淀粉会让人家 形成脏器的现象 米是淀粉 所以我们加了淀粉酵素 去分解它 加上去之后 它就会快速地分解 这个米从多糖体变成单糖 单糖人体就可以直接吸收 光是解决糯米容易保障 花了它三年半的时间测试 再来煮饭的技巧 也改用压力缩短时间 这个米饭它的好吃 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加热的时间越短越好 它如果加热时间短 它迫害饭的条件 就会降低 因此一锅20斤 不同米种混合的米饭 只需煮12分钟 煮的过程还能像牛排一样 控制熟度 我们的技术其实可以从5分开始控制 生米是0 全熟是10 我们可以从5分6分7分8分 那控制最多的是在8分8.5分 那常用的是9分 一点都不夸张 美丽米饭如同顶级牛排般被伺候着 热腾腾出炉后 还要按摩吹冷气 软硬不同的地方做均匀的调整 信手拈来的独门绝学 都是常年累积的成果 回想当年刚退伍时 决定继承家里的饭团生意 一心只想成为经营者 找了一个老兵负责煮饭 没想到老兵却突然意外身亡 让他有所领悟 这个饭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开始不断地研究各式各样的饭 可是我怎么在短时间把它学专精 所以我一次煮八锅 等于人家煮八次 最后煮两年半 等于人家煮二十年 那八个快速炉一起打开的时候 温度很高 很温暖 很舒服 我会蹲在快速炉的旁边 然后就小咪一下 然后好几次就闻到超会大的味道 好几次烧起来 那时候创业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然后要管八个快速 以前在研究怎么煮饭 做不同的测试 所以一天只睡三个多小时 三四个小时 长达两年多 他煮遍台湾的米 历练出特殊的煮饭技术后 也开启对世界上其他秘种的好奇 结果一头栽进去 一搜集就是一千五百种 煮什么米都难不倒它 唯独这一公斤一千块 黑黑的 有长有短的 加拿大冰湖野米 我要控制到那几分熟 很难 因为粗细都不比较 后来慢慢拿捏到一个条件 从水的温度 泡米的时间的标准 慢慢掌控它 它总共耗掉我一年的时间 冰湖野米最难搞 台湾黑糯米呢 则是于震龙心目中 世界第一的好米 中期医生都在追求好吃米 原来有着使命感 想用台湾米感动世界 于是又有创举 研发出了冷冻熟饭 我以前在开发技术的时候 我发觉说 我问很多老师傅 饭可不可以冷冻 老师傅说饭不能冷冻 饭冷冻都坏光了 都断光了 所以饭就不能用了 怎么做呢 就是不把饭完全煮熟 我们一般煮饭煮到全熟 全熟能量释放完了 释放完了 然后这个饭呢 电本子都已经展开了 结构都展开了 所以它冷冻之后 它会被自己的冰筋切断 再解冻就一颗一颗 那我们现在煮这个叫九分熟的饭 但是它能量没有完全展开 当你做后阶段的加热三分钟 它能量刚好释放 释放出来 就好像现煮的饭 拿牛米没煮熟还能吃的 技术克服了 就出现这样的画面 各种熟度的米饭 送进入18度冷冻库 于正龙翻转了台湾米饭的命运 成功效仿世界 想吃多少就解冻加热多少 饭也不再浪费 西米要顺同一个方向 钻研米 于正龙已达极致 但他不满足 失去努力 还要更上一层楼 米它看似简单 可是如果认真研究它 它有很深的学问在里面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说 我们研究的很透彻 我们都还在学习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大升工无人机的妙用 远端驱赶钓课立下大功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5G科技的新未来生活 MIT无人机基地首度对外公开 在这里加装了大升工 用在基隆港务局案巡任务上 只要有无人机搭载扩音器 导航到外海飞行 就能利用5G的低延迟特性 即时回传影像 抓到躲在延时缝隙的回归钓客 也可以应用在府市检查太阳能板运作上 带您一起了解 璀璨夜空变化多端已够让人目不斩睛 路上故宫南越涌进的万头钻斗 人手一击 因为他们摒息以待的 驱入海空交织的跨界展演 以故宫当代建筑和景观桥为背景 户外舞台就搭建在至善湖面上 够426架无人机与舞者和水木投影 仿佛将观众吸引到另一时空 听说这个已经演了这么久了 然后就是疫情的关系 终于能够把它做出来觉得很棒 台中 老天爷很给面子 就没有下雨 很期待就是上面就是很多灯光 那我们选的是北院的吉祥物小翠 还有我们南院的吉祥物哈努曼 去把文物做一个非常女人化史诗级的一个呈现 在户外的展演活动里面 我们就吸引了超过16万的人 轩利之夜打破了科技与古典艺术的局限 靠得除了舞台上表演艺术与水木水舞技术团队 幕后还有这群买手电脑与无人机后的工程师 我们其实设计了 比如说去年最主要是设计故宫苑辉旋转过来是 那个加油的那个图案 加油加零的那个图案 那其实这个旋转整个300架或200架的飞机的旋转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天后状况和风都会影响无人机全飞 不过最困难的还是让科技有人味 八台无人机象征哈努曼分身与魔王缠斗 搭在LED灯光的无人机间 要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因为定位得精准不容许10公分误差 才能避免碰撞或伤了舞者 那个导演可能会说 你这边飞机慢了2秒 那边飞机快了1秒 然后高度差了50公分 好 那我们每次去修改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 需要再重新执行一些很多的运算 然后再转换成飞机的路径 所以这一次修改可能就是花一个小时 那过去舞团或舞间他们在修改这个 比如说舞者的动作的时候 舞间只要讲一句 你这边多加一个转身 你这边多停留1秒 下一秒钟那个舞者就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在彩排的过程中 然后再把编舞导演的想法实现的 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一般我们的民众他在使用信用电话 都是在地面上 或者在建筑物上面 那因为无人机的部分他是在空中 他是在空中做了这样一个展演 所以他变成他的天线的部分 是往天上去打 他因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控制的一个指令 下达速度要很快 所以他必须保证他的所谓通讯部分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现场有上万名观众 尤其跨年的展演 通讯更是打塞车 美国展演为了确保飞行安全 都得在原有机梯台上 增设细胞微型激励台 才能确保群飞安全 四百架在这个空间里面 用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把它做出来 我们这里面最高纪录 好像一个人一天可以 从头到尾做出六架出来 来到MIT无人机基地里 各式零组件 组装 维修 软体设计 通通在这完成 不过这里头的无人机 可非只有展演用 像是这一台加装的大升工 就是为了基隆港务局 安全任务 无人机 无人机搭载扩音器 导航到外海飞行 透过5G通讯模组 高速度 低延迟特性 及时回传飞行数据与影像 只要看到违规钓客 就可广播劝离 这个大升工 其实就是20瓦的大升工 它原本我们在第一代的 4G大升工的飞机 是用这一个 那因为 我们那时候是因为 选小一点风阻比较小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20瓦 在如果离地面 大概20公尺的时候喊话 它地面上可能听得不清楚 所以后来才换那个100瓦 仿件的大升工 它也是走无线电人 变成说你如果要去广播 驱逐这个钓客的部分 便会走到现场去 比较特别是说 我们可以在台北广播 在台中或高雄 它一样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这是跟坊间的 无人机的大升工 一个很大的差异 以往从发现钓客 到开车至现场驱离开阀 往返间耗时耗力 现在只要从楼铃起飞 直接抵达 透过机上镜头 就能临时差 立即掌握钓客行踪 5G无人机的应用 还不止在危险区域 大面积的太阳能板 一片一片矗立 从前要检视太阳能板 是否正常运作 都要靠工程师 双手双脚走完厂区 无人机智慧悬检应用 让检测更省时省力 整个太阳能板上面 可能会有所谓的封杀 或者是所谓的鸟大片等等 那它会等于在 太阳能板的表面 会形成所谓的遮挡 造成它的发电效率 是有困难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利用可见光 跟红外线去做比对 就可以知道目前 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 哪边是有问题的 携带双光镜的无人机 一颗镜头 检查太阳能板 外表是否毁损 另一颗是红外线 一片红可以在第一时间 透过5G网络得知 每片面板是否正常 不管是管控巡检 无人机智慧应用更升级 尤其建筑物检测 拓展连接 5G技术就像未来世界的 科技氧气 无人机科技更是打破时间 与空间距离 未来已经来到 将持续带领各产业 走出新局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雅慧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